凌王府中 郭大凤脸色有些难看 算算日子 她的月事已经有许久没来了 今日又有些头晕呕吐 郭大凤心中一阵紧张 小姐 要不要弄逼去请个大夫来瞧瞧 不用请了 这是被王妃知道了 这孩子一定保不住 王妃确实有些不容忍 但如果您真的有了身孕 可也不能不看太医啊 到时候 若是出了什么问题 可就晚了 此事先不能张扬 等过几天 我们找机会回家去 再看大夫也不迟 果儿乖巧的顶了顶头 转过头来 果儿眼底却满是冷意 侧妃这一胎 却不知道究竟是王爷的 还是那个陌生男人的 郭大凤心中也同样担心 如今没有太医 不能确定孩子的月份 他有些闹不清 孩子究竟是谁的了 夜色渐渐沉了 郭大凤照例打发了果儿去休息 独自一人躺在被窝里烦恼 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房门也被轻轻的推开 郭大凤心中一喜 立刻坐了起来 是你吗 一道高大的身影 走到了床边 紧紧地抱住了郭大凤 我还以为你要去很久 却不知道 竟然这么快回来了 本来是要离开很长时间 可是实在是想念你 只能回来了 我也很想你无相 你这次回来 能不能不走了 我暂时不会离开京城 可是现在 还不能光明正大和你在一起 我知道 我的身份 让你很为难 但是你不用担心的 我会一直等待的 你尽管去忙你自己的事情 我会想办法 离开王府的 只要有列阳这个王妃在 她出去就容易多了 凤儿 辛苦你了 景素峰嘴唇温温柔柔地 覆盖在郭大凤的唇上 大手也逐渐不安分起来 无相 郭大凤想到自己疑似怀孕的事情 心头有些犹豫 可身上的温度越来越高 满满的男人气息 也逐渐把它包围 郭大凤克制住了自己 有孕的事情 等确定了再告诉无相吧 如果孩子不是他的 那他宁可不要 床上缓缓地动了起来 室内满是春意 院子外面 果儿悄悄地开了房门 没有点灯 走到了窗户边 景素峰眼神皱冷 一股杀气从身边蔓延开来 听到这里面迷乱的声音 果儿神色激动 他轻手轻脚地回了自己的房间 装作什么都没有听到 果儿睡不着觉 看着头顶的漫杖 有些不知所措 他是该装不知道 还是该禀报给王爷呢 果儿心中复杂极了 房间里 景素峰已经完事 郭大凤也甜甜地睡了过去 景素峰缓缓起身 轻手轻脚地离开了房间 他高大的身影 在门口站了片刻 拧眉往片房走去 景素峰推开了门 还未睡着的果儿一阵心惊 我本不想杀你 高大的身影带着威压 走到了果儿的床前 可是你的好奇心太重了 你杀我 我求求你 我知道错了 我的侧妃是忠心的 忠心 景素峰冷冷地笑了一下 大手紧紧地扼住了果儿的喉咙 若是真的忠心 你就不会去窥探了 果儿拼命地挣扎着 眼睛瞪得极大 瞳孔逐渐涣 脸也变成了青紫色 确定果儿终于没有了声息之后 景素峰扯下了果儿的衣服 装作有人闯进来侵犯的假象 才轻轻地离开了素王府 天色大亮 郭大凤从甜梦中醒来 等了半天 也没等来果儿 有些担心地往果儿房间里走去 刚推开门 郭大凤惊悚地叫了一声 晕了过去 惊叫声惊动了院子外的侍卫 众人进来一看 也是大惊失色 连忙禀报了列阳和景凌峰 景凌峰和列阳大步地走了进来 看着果儿的尸体 只觉得恐怖万分 好好的辅助 怎么会出了命案的 昨晚可有人听到了什么动静吗 众人纷纷摇头 郭大凤呢 郭瑟妃吓晕了 属下们把人抬到他房间去了 找个大夫给他看看 另外 我里出人命的事情 禀告给京兆府 此事不可小觑 景凌峰似乎对禀报京兆府有些异议 但是列阳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他很快闭上了嘴 属下遵命 侍卫立刻去请了大夫 去给郭大凤把脉 大夫的手搭上了郭大凤的胳膊 片刻之后起身道 恭喜王爷 恭喜王妃 侧妃都病了 还有什么好恭喜的 王爷有所不知啊 侧妃已经有了一个多月的身孕了 什么 大凤真的有了 王爷 老夫行医数十载 对此还是有把握的 好 好 景凌峰哈哈大笑 然而目光转向一边的列阳的时候 下意识地收敛了笑容 劳烦大夫再给他一些安神的药了 今日郭侧妃受惊了 王妃放心 送走了大夫之后 列阳脸色阴沉地坐在椅子上 一个月左右 那就是在他进府之前 他进府之后 郭大凤再没有和景凌峰亲近过 可现在 郭大凤竟然在他之前有了身孕 这个孩子到底是留还是不留 他有些拿不定主意 前次景凌峰被他打了那处之后 就不太行了 他不敢找太医看治疗 更不敢跟人说 违杖之中 郭大凤逐渐醒来 大凤 你醒了 郭大凤一惊 撑着床坐了起来 王妃 果儿呢 果儿还好吗 起身躲到床前 你晚上可听到了什么声音 我晚上睡得沉 什么都没有听到 我座已经来过了 说果儿是别人侵犯不成 被活活掐死了 如果你想到了什么 可一定要记得禀告我 这样也方便经照府查案 郭大凤胡乱地点着头 被人侵犯不成 活活掐死 府中的侍卫小司 应该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昨晚无相又来过了 难道说是无相 不对了 已经叫来大夫给你把麦了 大夫说 你已经有了一个月左右的身孕 怪不得你愿意在这后院中修行 原来是已经怀孕了 郭大凤 你是怕我伤了你的孩子吗 什么 我有了身孕 郭王妃 我之前并不知道此事 也就是这两天 有些头晕恶心 我还以为吃错了东西呢 我姑且信你一次 你好好养着身体吧 我会另外指派两个丫鬟 来伺候你 郭大凤的手 轻轻地摸上自己的肚子 一个月左右的身孕 她也有些分不清 究竟是锦铃风的 还是无相的 果儿突然暴毙之后 她突然有些害怕 往外走去 见锦铃风依然处着不动 扳起脸 王爷 你还在这里干什么 我 锦铃风脸色为难 对着郭大凤 说了一声好好休息 就转身出去了 看着锦铃风的背影 郭大凤隐约觉得哪里不对 郭大凤一时间思绪混乱 不知道如何是好 夜王府中 凤卿悠闲地在湖边吹风 心情很是愉快 绿菊终于忙完了 一彩阁的事情 回到了王府 王妃 这几天一彩阁的生意可好了 大家对那些彩妆 都是赞不绝口 绿菊 我倒是觉得 你很适合一彩阁的工作 还若你觉得在王府中无聊 也可以去一彩阁 做个管事什么的 王妃 奴婢在一彩阁 虽然很开心 但是也很想念 您和王府的一切 姜嬷嬷和李嬷嬷年纪大了 您又有了身孕 奴婢担心 他们照顾不过来 无妨 我现在月份还小 等月份大了 你再回来照顾也不迟 绿菊拼命摇头 说什么都不肯 齐云从外面回来 兴致勃勃地行了一礼 王妃 属下给您带回来一个惊喜 什么惊喜 您看了就知道 齐云对着后面叫道 出来吧 一个年轻男人 从转角处出来 凤卿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王妃 今日属下出去 碰上此人在乞讨 见他的相貌和王爷神寺 就带了回来 你是哪里人 为何在街上乞讨 那男子供身行了一礼 我是西域人 来大眼做生意 不想路上遇到了劫匪 同伴们都被杀了 只有我一人逃了出来 一路乞讨到了京城 西域人 你和西域皇室可有什么关系 你说笑了 我只是个普通再普通不过的生意人 怎么可能和皇室有关系 你叫什么名字 可愿意留在府中做事 我自然愿意留在王府 只要您能给口饭吃就行 王妃 我的名字叫 枫阳熙 倒是个好名字 齐云 带她下去洗漱用饭吧 齐云会议 带着枫阳熙下去了 绿菊皱眉看着枫阳熙的背影 眼神之间有些担心 绿菊 怎么了 王妃 龙碧觉得这个枫阳熙不太简单 和她的气势也不像是做生意的 林青菊还说自己是做生意的呢 又有什么奇怪的 不过 既然她是自己送上门来的 我们接着就是了 不过要仔细一点 看看她究竟想干什么 晚上景夜寒回来之后 凤卿和景夜寒说了此事 真的有人跟我长得很像 没错 凤卿轻轻地笑了笑 吩咐齐云 齐云 你去把枫阳熙请过来 陪王爷看看 齐云立刻去了 过了一会儿 凤阳熙就过来了 凤阳熙见过夜王 见过夜王妃 凤阳熙排谋直视景夜寒 两人对视之余 眼底都有些惊讶 是不是很像 没有骗你吧 若是说亲兄弟 也不为过 嗯 是很相似 景夜寒对着凤阳熙说 你是从西域来的 父母可还健在 不知道 早些年我在灾难中和父母走失 是养父母把我养大的 二老后来病逝 我才来了大爷 跟人学做生意 景夜寒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凤阳熙 本王有一件很壮的事情 要交给你去做 你可愿意 夜王和夜王妃 是我的一世父母 不论夜王夜王妃 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那从今日开始 你就模仿我 容貌上和我有七八分相似 行为上也要有 嗯 好 凤阳熙出去之后 你是想用凤阳熙 来对付温敬兰 景夜寒揽住凤卿的腰 情儿当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什么都知道 不过说是培养好 将来说不定还有其他用处 我却有些不安 总感觉冥冥之中 凤阳熙 是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已经让玉峰去查了 不管怎样 至少现在可以用来 挡一挡温敬兰 景夜寒觉得 自己已经快要受不了 温敬兰了 每次看着温敬兰 在自己面前做戏 她都想揭穿 她那伪善的面孔 怎么 美人天天对你 魂牵梦影 你还不知足 在我心中 只有千二才算那上是美人 从前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以后也还是这样 凤卿娇哼了一声 奖励给景夜寒一个吻 景夜寒却重重地 按住了她那纤细的腰 反手为攻 吻上了那香甜的唇 房间里的氛围 逐渐热烈了起来 两个影子纠缠在一起 越发炙热了起来 现在她还能尽情 享受雨水之欢 等再过一段时间 恐怕只能独守空房了 一日一早 景夜寒精神抖擞地 去上早朝 刚出门就碰到了 同样精神异议的景莫范 老四 今天精神不错呀 三哥的伤势可好一些了 伤口已经在愈合了 多亏了弟妹帮我 不然的话 我怕是要死于蛇毒了 景莫范和景夜寒 并肩往皇宫走去 四弟 今天到了青天剑表演的时候了 你我可要好好的看这场热闹啊 三哥说的对 也好几日没见过二哥了 不知道二哥是否有幸在场 二哥这些天沉迷美色 恐怕呀 连家门都不想出了 见景莫范 似乎对景凌峰有什么误解 景夜寒但笑不语 很快就到了金鸾殿 景启明到了之后 景凌峰都没有来 看来依然在府中养伤 好了 诸位爱卿 今天朕让金天剑过来补上一罐 看看素王是否能在宫中久留 素王 你在外多年 朕和诸位爱卿 可都盼着你能留下呢 景素峰上前行了一礼 多谢父皇 儿臣也想留在父皇母后身边 但是为了大局 儿臣甘愿离开京城 保大眼 和父皇母后平安 景启明感动的点了点头 皇上 即时已到 为臣开始不挂 青天剑的人上来 当着众人的面 开始测散了起来 景素峰冷冷地站着 似乎对青天剑监测的结果 并不担心 过了大约一炷香的时间 皇上 胯像是大吉 素王殿下离开京城这么多年 又常年修亲 和京城 以及皇室的冲突 已经烟消云散了 这是功德使然呢 景艳涵这才如实重负 父皇 这是不是意味着 大哥可以留在京城了 景素峰眉头一拧 有些惊讶地看向了青天剑 怎么会这样 皇后分明已经交代过青天剑的人了 景素峰紧紧地捏住了拳头 手背上青筋抱起 如此说来 素王可以留在京城了 皇上 素王殿下可以留在京城 留在您身边 为您分忧了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 素王 因为你一直不在京城 所以也没有府邸 能正跟公布的人商量一下 给你建一座府邸 多谢父皇 可是儿臣觉得 倒也不必如此麻烦 儿臣不值得父皇兴师动众 劳民伤财 在京都随便挑一座 没人居住的府邸 赏赐给儿臣就是了 他低着头 心中怒火四起 看来景叶寒已经怀疑他了 所以才想尽办法 要把他留在明处 素王不愧是修情多年 果然知道 腾起百姓 可是如此一来 府邸的事情 就得从长计议了 儿臣不急 儿臣也不挑剔 父皇随便给儿子 找个住处就是了 景素峰表现得很是懂事 朝堂上 众人对景素峰赞不绝口 下朝之后 景素峰皱眉 看着景叶寒和景莫范 相提四弟 不知道今天这些 是谁的手臂 大哥 景素峰唇角不上冷冷的笑 意味深长的 看了两人一眼 转身走了 没想到大哥还是个敞亮人 说话竟然这么开门见山 大家都是聪明人 也没有什么装模 作用的必要了 景莫范追上了景叶寒 好奇的问 四弟 你还没跟我说啊 到底为什么要把大哥 留在京城呢 景叶寒深深的看了他一眼 决定让景莫范 知道一些内幕 三哥 你可想过 这些年大哥都在哪里 当初又为何要离开京城 大哥离开京城 不是因为八字和京城不合 会给大眼带来灾祸吗 三哥 你当真相信这些鬼话 景莫范愣住了 他仔细想了想 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 四弟 难道说大哥离开京城 只是个阴谋 景叶寒看着他 没说话 仔细想想 我也觉得不对啊 大哥虽然离开京城多年 但是口音却还是京城口音 但若是真的离开了京城 怎么还会有京城口音呢 这个想法冒出来之后 景莫范只觉得浑身冰冷 寒毛倒立 本该高高在上的宿王殿下 借着修行的借口离开了京城 但是实际上 却一直藏在京城 藏在所有人都看不到的地方 景素峰躲在暗处那么多年 究竟在做什么 三哥你还还记得 当初我被人刺杀 也被人险害 难道大哥躲在暗处 都是做这些事情 景叶寒不知可否 四弟 若不是你提醒 我恐怕永远想不到这些事啊 我也是在一次次的 吃亏中摸索出来的 不过 此事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还是暂时不要声张 免得打草惊蛇 嗯 老四你放心吧 我现在能沉得住气 景叶寒冷冷地点了点头 老四 我也看明白了 皇宫的水太深了 不是我所能把握的 从今天开始 我就好好地辅佐你 日后你若是得了事 千万别忘了拉我一把 三哥 你放心吧 我们是预期长大的兄弟 我不会对你置之不理的 景墨范连连点头 心中似乎有了着落 这边景素峰脸色难看地 去了明鸾宫 皇后娘娘 素王殿下来了 金嬷嬷进门禀报了一声 景素峰就大步地走了进来 素儿 今世怎么有空来母后这里啊 母后 父皇今天而青天剑 在金鸾殿上补挂 宁可知道 本宫知道啊 并且也让金嬷嬷嬷 去青天剑说过了 皇后皱眉看着景素峰 心中隐隐觉得不对劲 素儿 难道青天剑 出了什么意外不成 何止是出了意外 现在满朝堂的人 都知道我可以留在京城了 父皇还要给我建造府邸 什么 青天剑那帮人 竟敢不听本宫的话 这么重要的事情 母后也该上一些心才对 母后的心思 每日只在二帝身上 殊不知青天剑的人 都被帝里换了主子了 素儿 此事是本宫大爷了 但是本宫 也不只是关心你弟弟 实在是他扶伤 最近事情太多了 又受了伤 这才多分了一些注意力过去 接下来该怎么办 母后自己想想吧 儿传相告辞了 说完 他大步离开了明鸾宫 你说素王 是不是在埋怨本宫 皇后 素王殿下 也是您的亲生儿子 您对他 和对凌王殿下 区别甚大 他心中自然有怨言 不过 素王殿下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他也知道 只有凌王殿下当了太子 当了皇上 这大眼才会有他的容身之地 所以皇后也不必担心 等事成之后 素儿愿意去哪里 愿意做什么 本宫就不再操心了 到时候就都由他去吧 皇后娘娘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 现在当务之急 是查出来到底是谁 埋通了青天剑的人 你去查 若是找到那人 立刻来回禀 金嬷嬷应声去了 夜王府中 夜王妃 皇上有请 苏公公 父皇找我做什么 您可知道 王妃 奴才也不太清楚 只是隐约知道 是为了凤府的事情 苏明说的含糊不清 凤卿只好换了衣服 跟着他进了宫 到了御书房 儿媳凤卿见过父皇 嗯 你有运在身 一路上可辛苦啊 凤卿暗暗地翻了个白眼 心不辛苦的 您老人家 不都把我叫来了吗 父皇 赵姐 怎么可能辛苦 呃 今日朕找你过来 是想和你商量 凤府的事情 可是父皇 凤府的事情 不是都已经处理完了吗 不是为了凤如冤 而是为了凤家的宅子 凤卿一脸问好 朕当初不是 把凤家宅子 交给你处理了吗 可是现在 宿王要在京城住下了 朕不想大型土墓 再建造府邸 想着把凤家的宅子给肃王 你看如何呀 宅子空着也是空着 不如给大哥住 也算是无尽其用 叶王妃 你能如此爽快 当真让朕吃惊啊 凤卿贪财的名声在外 她都有所耳闻 本来以为要宅子 会破费一番功夫 但是没想到 凤卿竟然这样轻松地答应了 父皇 先别高兴太早 我也有条件的 宅子是我娘亲手设计的 我心中自然不舍 可为了您 为了大哥 我也只能放弃 只是希望 父皇给我一些补偿 让我心中好受一些 你都这么说了 人岂能有不答应的道理 说吧 你想要什么 金银还是珠宝 都不是 父皇 我想要一块免死金牌 您看如何 免死金牌 叶王妃 用一个宅子 换一块免死金牌 你未免也太狮子 大开口了吧 父皇不愿意就算了 若不是朕知道你是装的 恐怕就要信了 叶王妃 你的表演技术 也越来越精湛了 当初刚刚进宫的时候 凤卿就演了皇后和荣妃一把 让他们俩人掐了起来 锦启明至今难忘 多谢父皇夸想 不过 我说的是真的 我想要这免死金牌 是有大用处的 有什么用处 难道有天 朕还会想砍了你的脑袋不成 那可说不准 如今我有孕在身 脾气性格变化很大 若是有天 得罪了父皇母后 也未可知 好好好 那朕就给你一块免死金牌 这样就行了吧 只是这金牌给出去之后 你也不能猖狂 毕竟 这金牌只能用一次 多谢父皇 父皇英明 反正他留着那空空荡荡的凤府 也没什么用 还不如物尽其用 给了锦素峰 再用宅字 换取最大的利益 而且他对凤府很是熟悉 锦素峰住在那里 也算是在他和锦叶涵的掌控之中 锦启明随手摘下腰间的玉佩 让苏明交给凤青 我大眼还从未有过免死金牌 就拿朕的贴身玉佩 当免死金牌吧 凤青接管来看了看 父皇 这上面可没有写免死两个字 若是日后我拿出来 您可不能不认账 真是荒唐 真乃是君子 一言计出四马难吹 岂会像你这样出尔反尔 那谁知道呢 万一父皇来日后悔呢 我得给自己和孩子的小命 都安排一条路才是啊 出去出去 真真也算计 惨死了真是 凤青黑黑一笑 行礼之后退了出去 皇上嘴上说烦了叶王妃 可是奴才看您心里 对她可是疼爱着呢 哎呀 不然还能如何呀 这叶王妃一向会讲礼 真有说不过她 那块玉佩您佩戴了多年 奴才记得当初还险些 送给江小姐做定情信物 可惜她没收啊 哎呀 朕和姝儿就是有缘无分 姝儿才不收这块玉佩 不过现在给了叶王妃也好 就当是朕给姝儿的补偿吧 当年她在江山和江书之间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江山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景启明内心深处 却总像是有个窟窿似的 总也填不满 景启明就知道 自己无时无刻不再后悔了 景启明给了凤卿一块免死金牌的事情 很快传到了个宫 什么 皇上把贴身玉佩给了凤卿 你确定是皇上带了多年那块吗 没错 皇后娘娘就是那块 苏公公明确说了的 好像之前还给过那个什么江小姐 凤卿这个贱蹄子 长得和江书当年一模一样 皇上把贴身玉佩当作免死金牌给了她 是把她当作江书那个死人了吗 皇后 咱们大爷可从未听说过 有什么免死金牌啊 看来咱们得更加警惕叶王妃了 皇后气急败坏 不安的在明鸾宫中走来走去 片刻之后 去告诉苏王 不必要杀了叶王妃 当年她不过是摸了摸那玉佩 就被景启明一顿训斥 她打听过后才知道 原来那块玉佩代表了景启明对江书的感情 她一怒之下喝了很多酒 当晚就酿成大错 她这一生都在极力掩埋那个错误 活在愧疚和胆谢之中 害怕有一天那身不见底的秘密 被人挖掘出来 终将她置于死地 可皇后娘娘 苏王殿下不是说刺客楼最高的云瓶 都折在叶王府了吗 现在刺客楼还没有恢复元气 咱们恐怕得等上一等了 本宫等不及了 想到那块玉佩 在凤卿身上 我就恨不得把她千刀万剐 那奴婢去告诉苏王殿下 让她想办法 金嬷嬷出去之后 皇后才慢慢的平静下来 唇角露出森然的笑 金嬷嬷去了景苏丰的住处 景苏丰眉头立刻拧了起来 嬷嬷过来做什么 苏王殿下 因为那块玉佩吗 金嬷嬷为难的笑了笑 没有说话 我知道了 嬷嬷回去吧 景苏丰低头 仔细地擦拭着手中的长剑 不管是为了什么 此事也该做一个了结了 苏王殿下的意思是 中秋之夜 母后不会连这几天都等不了了吧 等得了等得了 那殿下您先忙着 奴婢回去复命了 金嬷嬷离开之后 景苏丰露出一抹冷笑 在皇后的心中 她就是一个错误 是不该存在的错误 如果没有她 皇后这一生 恐怕要轻快许多 只是可惜 时光不能倒流 景苏丰轻轻地摇了摇头 换了一身红衣 在天色黑尽之后 去了凌王府 景苏丰无声地绕过了后窗 悄无声息地进去 打晕了两个丫鬟 谁 凤儿是我 果儿是不是你杀的 你是不是 对她图谋不轨 真是我杀的 但是我并没有对她图谋不轨 只不过是营造出一幅假象而已 你这个畜生 你为何要杀了果儿 她和我从小一起长大 和我情痛姐妹啊 凤儿 她暗藏了害你的心思 那天晚上就在窗前偷听 若是不杀了她 将来 你必然会有危险 不可能 即便果儿知道 也不会说什么的 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照顾 不会背叛我的 景苏丰大步走过去 直接抓住了 郭大凤的手腕 把簪子抢了过来 看着一身力气的景苏丰 她只觉得陌生和恐惧 看到郭大凤眼底的恐惧 景苏丰手下力气放松了一些 凤儿 你若真是那样相信果儿 为何不把你我之事告诉她 她若是针对你忠心耿耿 为何会来偷听 郭大凤眼神闪烁 似乎有些犹豫了 但是她终究是我的天生丫鬟 你不该就这样杀了她 凤儿 我都是为了你好 我不希望因为一个丫鬟 影响你我之间的感情 郭大凤疯狂的摇头 退开了一步 孤雄 你先走吧 我现在无法面对你 景苏丰唇脚泛起冷笑 转身往外走去 房间里传来了 郭大凤压抑的哭声 景苏丰犹豫了一下 没有回头 天色渐渐亮了 两个丫鬟迷茫的醒来 也不敢声张 哎 我们怎么睡着了 昨晚 是不是有人进来了 不知道 我只感觉后脑一疼 人就晕过去了 应该是见了贼了 我们得报告给王爷王妃 郭大凤躺在被窝里 迷迷糊糊的听着两个丫鬟的对话 苦笑了一声 让景苓丰和烈阳知道也好 加强了守卫 或许景苏丰就不会来了 那他可能也不必再纠结 转眼之间 也到了楚离落和江里成婚的日子 凤卿和景苑涵 一早就到了江府 在外人面前 两人还是秉持着表演的精髓 做出一副相看两眼的姿态来 清儿 你如今也有两个月的身孕了吧 我瞧着 怎么跟王爷的关系 还越来越差了 您不必担心 我和王爷 不过是择爱演戏罢了 但是事关重大 您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清儿 老身知道了 你们想做什么 尽管去吧 外祖母不会扯你后腿的 凤卿笑着点了点头 秋氏穿得喜盈盈的走了过来 娘 您和叶王妃 说什么呢 也不叫儿媳知道 为什么 只是说些领儿和梨洛的去世罢了 说话间 下人来禀报 老夫人 夫人 凌王和叶王妃来了 聂阳依然是一身红衣 看起来娇艳如火 景凌峰也被他打扮成了 北江男子的模样 哎 凌王殿下 怎么还穿上了北江的衣服呀 这怕是不合规矩吧 天哪 这凌王是要当北江人了吗 公然穿上北江的衣服 这也太过分了 列阳公主御服有方 竟然能让凌王穿他们北江的衣服 谁知道下一步 是不是让凌王殿下学北江话 做北江人了 众人的议论声中 江老夫人和江上 带着江家众人迎接上去 江家众人 见过凌王殿下 见过凌王妃 都起来吧 江陵 今天你大婚 恭喜你了 多谢凌王殿下 凌王殿下 怎么穿得这么奇怪呀 老将军有所不知 这是北江那边的衣服 是王妃让我穿的 凤卿眉头微微拧起 只觉得景凌峰的表现 有些奇怪 穿北江那衣服怎么了 我听说大眼 明峰开化 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 一件衣裳而已 能让你们这样讨论 吃饭穿衣是个人的自由 二哥喜欢北江的衣裳 偶尔穿穿也无伤大雅 二哥二嫂 里面请 列阳意外地看了凤卿一眼 笑着往里走 我从前还觉得 你跟大眼那些蠢女人一样 现在看来 你倒是比他们好上一些 燕王妃 你倒是让我意外 多谢凌王妃夸奖 今日是江岭和楚离落的好日子 凤卿也不想和列阳吵起来 列阳在女眷那边坐下 看了看凤卿的肚子问 你肚子几个月了 身体可有不适 两个多月了 倒是没有什么不适 那你倒是有福气 郭大凤 他一个多月的身孕 就已经各种不舒服了 又吐又晕 快不行了 景凌峰那次受伤之后 确实是不行了 如今两人已经没有了 夫妻的正常生活 他自然也怀不了孩子 所以在和小蛮商量过后 列阳决定留下郭大凤肚子里的孩子 等孩子出生以后 他抱来自己养 凌王府的大拳 不就全都拿捏在他手中了 郭大凤也怀孕了 当初郭大凤还曾经让他帮忙 说想离开凌王府 现在看来计划恐怕要泡汤了 新娘子来了 楚离落的喜叫 已经到了江家门前 江岭一身洗袍 看起来英气逼人 凤卿往南宾那边看了一眼 景叶寒也正好看了过来 四弟看什么呢 景莫范顺着景叶寒的眼神看了过去 还跟四弟妹闹别扭呢 你看二哥 跟列阳公主的关系多好啊 现如今都愿意穿上北江的衣服了 之前我可是听说了 她和皇后可是要求列阳 把那些衣裳扔掉 以后都穿大眼的衣裳 景莫范还在喋喋不休 景叶寒却想到了别的 他深深的看向了景凌峰 眉头微微拧了起来 鞭炮齐鸣喜悦震天 众人的祝福声中 江岭牵着楚离落 慢慢的走到了江府 在理官的指示下行礼拜堂 宫中苏鸣笑盈盈的 走到了景启明的跟前 皇上 赫离已经送到江家了 今日的江家很是热闹呢 几位王爷和世家贵族都去了 只有肃王殿下在忙着修行 没去 嗯 江林是镇兴风的战备将军 这些人自然会给镇和江家面子 不过江家也没有太普章 都还失到分寸 苏鸣善笑 欲言又止 你笑什么 难道朕说的不对 皇上说的自然是对的 但是奴才 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这才笑了 皇上 今日虽然是江林和楚小姐大婚 可是却被凌王和凌王妃抢了风头了 景启明饶有兴致地看着苏鸣 等他继续 凌王殿下和凌王妃 今日穿的都是北疆的衣裳 王妃还给凌王殿下 梳了北疆的头发 两人看起来 当真是恩爱啊 凌王竟然敢穿北疆的衣裳 在外面招摇过世 她的心中究竟还有没有大言 皇上 兴许只是和凌王妃恩爱 也不用做她想 即便朕不多想 其他人难道也不多想吗 今日江林大婚 满京城的人都去看了 众人看见凌王像个胡子一样 必然会说闲话的 皇上若是觉得不妥 改日提点一下凌王就是 哼 你这个老东西 分明是你觉得不妥 再来朕的面前说嘴 嘿嘿嘿 皇上 奴才这不是担心 人家说凌王殿下的闲话吗 奴才又不能直说 这此事 还在您做主啊 等婚礼过后 立刻把凌王夫妇传来御书房 趁道想看看 他们究竟想如何 奴才遵命 苏明笑了笑 转身出去了 长廊下 苏明给了小镯子一个颜色 小镯子立刻去了明鸾宫 凌王妃竟然给凌王 穿北江的衣服 去参加将领的婚礼 皇后娘娘 奴才确实听到 苏公公这样跟皇上讲 皇上很是生气 还让苏公公 把凌王 凌王妃召回宫中 训斥呢 变阳真是要害死凌二啊 皇后不必如此担心 凌王殿下 不过是穿了一件衣裳 估计也是探着兴旗 又不是适适穿着 不打紧的 她以后 可是要继承大眼皇位的人 今日穿了北江的衣裳 来日继承皇位的时候 岂不是被人诟病 烈阳公主如此行事 简直猖狂 她不能再容忍 烈阳胡作非为了 江家门前 苏明恭恭敬敬地站着 拦住了景凌峰和烈阳 凌王 凌王妃 皇上召见 苏明带着景凌峰和烈阳 直接去了明鸾宫 景启明已经因为此事 和皇后发过火了 皇上 臣妾是真的不知道 凌王妃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但是臣妾觉得 他们也只是闹着玩而已 凌儿心中 绝对没有其他的意思 即便是没有其他意思 落在旁人眼中也有了 一个穿过北江衣裳的王爷 将来怎么做太子 皇后眼神闪了闪 严谋跪下 皇上 您先消消气 等凌儿和凌王妃来了 咱们问清楚 让他们改了就是了 起来吧 说话前 景凌峰和烈阳进来了 儿臣见过父皇 母后 凌王 你乃是大眼王爷 怎么可以穿这种奇怪的衣服 凌王妃 上次本宫和皇上 不是说过了 这些衣服 都不能再穿了吗 你怎么不但自己穿了 还让凌王爷穿了 不过是衣裳而已 母后未免 也太小题大做了 穿大眼的衣裳 也是穿 穿北江的衣裳 也是穿 有何不可呢 凌王妃 你已经嫁人作妇 就该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既然成了凌王妃 就该好好 一心一意地留在大眼 景启明和皇后 也只能暂且忍耐 儿媳明白了 景启明不想再多看他们一眼 拂袖走了出去 景启明走了之后 皇后 冷冷地盯着 列阳和景凌峰 久久没有说话 皇后娘娘 不如奴婢 去准备两件衣裳 等凌王殿下 和凌王妃换了 再回王府 皇后微微汗手 让金嬷嬷去了 如今叶王妃也有身孕了 列阳 你也该静下心来 好好休养身体 准备怀孕了 想到景凌峰身体受损 列阳紧张地看着皇后 是 儿媳知道了 不过 儿媳和王爷 刚刚成婚 还在磨合期 孩子的事情 恐怕要等一等了 说完之后 她用胳膊肘 碰了碰景凌峰的胳膊 王爷 我说的是吧 王妃说得对 王妃说得对 看着景凌峰这副模样 皇后眼底之间浮上冷意 景凌峰前几天 还对列阳厌恶至极 为何短短时间 对她言听计从 列阳到底使了什么手段 金嬷嬷拿了两套衣裳过来 见皇后脸色不太好 就安静地等在一边 母后还不知道吧 郭大凤已经有孕了 我如今正在照顾她呢 王妃有了这个孩子 我和王爷也不必着急了 令王妃 你说的可是真的 郭侧妃当真有了身孕了 列阳心中冷吃 母后 我岂会用这样的事情骗你 郭大凤查出身孕 已经有了几天了 我和王爷 好吃好喝照顾着呢 不过 听说大眼的规矩 是三个月之前 不往外说 这才没告诉您和父皇 令王妃 你还算懂事 既然如此 本宫把郭大凤 就交给你照顾了 你可千万要当心 别错了主意 母后放心 我和大凤 关系还算不错 他也很听话 我不会伤害他和孩子的 本宫也不是这个意思 总之 你们好好照顾着就是了 这是令王府的第一个孩子 若是你一直怀不上 咱们可就得靠这个孩子 抢夺太子之位了 母后放心 那我和王爷 就先去换衣服了 列阳和景凌峰 一起去了偏店换衣服 真是没想到啊 郭大凤竟然这样争气 竟然有了身孕了 皇后娘娘 如此说来 郭侧妃 可是解决了咱们一个大问题啊 金嬷嬷想了想说 那中秋的时候 咱们的计划 是不是得换一换了 中秋就在眼前 进而列阳说了 郭大凤有了身孕 否则这一次 就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了 你吩咐下去 把郭大凤的饮食换掉 别的都照旧 金嬷嬷恭敬地答应了 很快就到了中秋 中秋佳节 在大眼是很重要的节日 锦叶寒和凤卿盛装而来 神情却有些疏离 锦灵峰和列阳携手而来 两人看起来很是恩爱 跟在他们身后的郭大凤 倒是显得有些多余 皇上皇后和太后都还没有来 郭大凤走到了凤卿身边 行了一礼 叶王妃 可否借一步说话 凤卿自然答应 两人在长廊下站定 大凤 几天不见 你怎么憔悴这么多 还不是肚子里这个闹的 叶王妃 我这几天干我的厉害 日夜都睡不好 你能不能帮我开些药 晚上也睡不好 大凤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没有 叶王妃 此事就拜托你了 除了你 我也不知道 还有谁愿意帮我 说完 郭大凤抓住了凤卿的手 他的手冰凉不已 凤卿忍不住地低下头 看了一眼 郭大凤那纤细的手指上 套着一个血色的玉丸 是在无明指的位置 这个玉环 他见到过 好像是在警诉风的手上 凤卿不知道是巧合 还是其他 压住心里的惊讶 正想问 郭大凤话音刚落 本王妃和大凤好着呢 不用温小姐在这里 挑拨离间 那是温小姐 前几天被打得鼻径脸肿 现在竟然又花这招展的 出来勾引男人了 真是令人惊叹 温静兰脸色顿时大变 凤卿左看看右看看 只觉得好玩极了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这戏台子已经搭起来了 她可以好好欣赏这出戏了 王妃 这里有人离间 您和我的关系呢 却不知道 您对我多好 大凤 你和某些剑蹄子不一样 大鱼自然也就不一样了 今天来的 可都是有家有市的 温小姐 可把你那股骚劲 收敛一些 别让人看了笑话了 说完 她带着郭大凤 往大殿里走去 剩下温静兰 在风中气得发抖 叶王妃站在这里不责 是在看我笑话吗 你和林王妃之间的事情 我自然不会参与 但是温小姐 你若是再敢在 我家王爷面前晃悠 我未必就会袖手旁观了 猎羊知道温静兰 和景凌峰的纠缠之后 态度已经如此分明了 那她这个即将被绿了的叶王妃 多少也得表现出一些仇恨吧 否则 温静兰岂不是 很没有成就感 叶王妃 我和叶王殿下 真的是清白的 温静兰 你是什么货色 大家都知道 你在我这里装什么呢 你以为我会信你 凤青 你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 竟然敢跟兰儿这样说话 凤青眉头一拧 回头的时候 毫不意外地 看到了景叶寒 他就知道 温静兰才不会 无缘无故地示弱 他既然这样 肯定是来人了 而且那个人还很重要 不是景凌峰 就是景叶寒 王爷 刚才是温静兰这个剑蹄子 故意刺激我 我才那样跟他说话的 他不过是在演戏 半无辜而已 你可千万别信他 凤青啊 你也以为本王会信你 本王警告你 你若是再敢欺负兰儿 我就羞了你 温静兰惊喜用意外 感动地看着景叶寒 心中更坚定了 景叶寒 我和你患难与共 走了这么久 你竟然为了温静兰 放弃我和孩子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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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本王喜欢的人 从来都是兰儿 而你不过是替身罢了 好一个替身 可惜 我绝对不会成全你们 说完 凤青大步走进了大殿 温小姐 你没事吧 无妨 叶王妃心里不舒服 说我两句 就说我两句 我没事的 她究竟对你做了什么 可这对去找她 说完 景叶寒一身力气地 要转身进去找凤青的麻烦 却被温静兰 拉住了她的衣袖 叶王殿下 我真的没事 我只是有些委屈 我喜欢你的心事 已经被我埋藏了多年 这我自己清楚 可不知道为什么 在来了京城之后 却履试了分寸 现在还影响到了 你和叶王妃的感情 景叶寒眉头紧皱 厌恶地看着温静兰 虽然知道了温静兰 就是当初救了她的人 可她心中 依然是厌恶至极 温静兰等了许久 也没等到景叶寒来安慰自己 她纳闷地抬起头 看到了景叶寒眼底的厌恶 温静兰心一跳 景叶寒为何会用 这样的眼神看着她 景叶寒也看出了 温静兰眼底的害怕 周梅说 然而 我现在是真的后悔 如果当时没有认错人 你现在是不是 就不用承受这些委屈了 王爷 方才牛那样的眼神看着我 我还以为 你很厌恶我呢 怎么会 我只是会厌恶 凤卿那个 纠战雀巢的骗子 温静兰心中狂喜 不等她再开口 野王 温静兰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皇后看到这一幕 脸上闪过满意的笑 果然 她多年的布置没有白费 我 来而见过皇上皇后 见过太后 太后娘娘 我和王爷 不过是在这里 说几句话而已 皇祖母 父皇母后 是我有些事情要问王小姐 才多说了一句 叶儿 亲儿如今 可还怀着身孕呢 你可别让她动气 母后 看您说的 叶王不过是个兰儿 都说了几句话 怎么就让叶王妃生气了 而且叶王妃 也没有那么小气 还叫知道 温静兰是你的侄女儿 但是现在 办事以叶王妃 肚子里的孩子为先 母后 本宫都知道的 既然知道 还让你的侄女儿 来勾引叶儿 真是嘴孽 太后冷亨 大步往大殿里走去 皇后脸色有些难看 眼底却有些痛快 景启明冷冷地 看着皇后 事情 真的像是太后 说的那样 皇上 这都是孩子 你听我愿的事 我怎么能掌控呢 我是最好 今日是中秋 希望你们别闹出什么 让朕烦心的事情才好 景启明说完 大步走了进去 皇后也赶快跟了上去 王爷 太后 好像生气了 太后喜欢叶王妃 所以才讨厌我吧 兰儿 提想多了 而且你我之间 本就不关他人的事情 所以 你也不必在乎他人的看法 温敬兰乖巧地点了点头 跟着景启含进了大殿 准备开宴吧 景启明高声说了一句 苏王呢 怎么还没来 话音刚落 景素峰高大的身影走了进来 儿臣忙着府邸的事情 难得迟了 还请父皇见谅 凤青看向景素峰的手 可景素峰的血液指环 戴在左手上 从他这个角度 看不到 他看向郭大凤 郭大凤对景素峰的出现 毫无反应 凤青轻轻地摇了摇头 隐隐觉得 可能是自己想错了 血液虽然少见 被做成了同款指环 也是有的 郭大凤和景素峰之间 应该只是凑巧 啊来 来了就好 你也是多年 没有参加过家宴了 快坐下吧 明晚 朕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经过青天剑的补挂 苏王和京城之间 已经不再相克 以后都可以留在京城了 恭喜皇上 恭喜苏王 大哥这些年都不在京城 兄弟们对你啊 都很是想念 如今大哥终于回来了 日后咱们兄弟团聚 也算热闹 兰王这些年 在外修行 也很是想念 父皇母后皇祖母 以及诸位兄弟 听着景素峰低沉的声音 郭大凤下意识地 抬起头 看了他一眼 可这一看 他顿时愣住了 景素峰的声音 听起来和无相很是相似 而且两人都戴着面具 郭大凤下意识地 往景素峰的手上看去 景素峰的手上 并没有跟他同款的指环 郭大凤顿时松了口气 怎么了 没什么 凤青看着自己面前的菜 倒吸了口凉气 近日的饭菜里面 都有活血化鱼之物 他若是吃多了 身体必然会有反应 冷眼瞧了瞧郭大凤那边 郭大凤的饭菜 看起来和他并没有不同 但是却少了许多的料 宫艳的饭菜 表面上是猎羊草池 但是猎羊很明显不懂要理 此时必然 还是皇后示意 景艳涵也察觉到了不对 他眼神冷了冷 有些愈怒 皇后真是越活越过去了 竟然用这样低劣的手段 来针对凤青 叶王妃 你怎么不吃啊 是不是胃口不好 还是说 叶王妃还在因为刚才叶王 和兰儿说话的事情生气 母后 房叶都要跟人跑了 我哪里还有胃口吃饭 凤青 你若是再闹 就别怪本王对你不客气 叶王妃 你怎么如此小气呢 别说叶王如此疼爱你 就说男人三妻四妾 本就是正常 叶王从前对你那样好 你也该知足了 房叶从前答应我一生一世一双人 那些誓言都喂狗了吗 本王答应你都是因为 凑把你当成了兰儿 可是你到底是谁 自己心中没数吗 凤青 本王已经对你够好了 你别不是好歹 好一个把我当成了温敬兰 房叶既然这么喜欢温敬兰 那就休了我和他去过吧 我就不耽误你们的幸福了 凤青 坐下 宫眼之上 宛若伯父 成何地统啊 凤青果然是江叔的孩子 竟然也要求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 甚至还拿到宫宴上来说 哪怕他再疼爱凤青 此刻也忍不了了 父皇 我辛苦替王叶怀这孩子 他却在外面跟温敬兰勾三打死 难道这也是我的错吗 父皇 凤青刁蛮无礼 儿臣请父皇下念休了他 儿臣愿意娶兰儿为妻 请莫范起身怒道 四弟 你莫不是喝酒喝多了 上了头啊 四弟妹还身怀有欲 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伤害他呀 从前我还以为 叶王对叶王妃多么专一 没想到都是假象 真是惊天大笑话 叶王殿下 您可别冲动 你又不了解温姑娘 为何要如此对叶王妃呢 唯一个女人就要羞气 买有身孕的妻子 叶王 真看你是被鬼迷心跳了 太后想到了凤青之前的交代 立刻冷声道 叶王妃身怀有孕 哀家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王家的血脉 绝对不能流落在外 是啊叶王 当初可是你自己 心甘情愿娶叶王妃的 现在怎么好如此呢 当初是认错人了 若是知道他并非是当年救我之人 或无论如何是不会娶的 还望父皇母后成全 臣不准 不如让温小姐表个态 说不定就能免了叶王府 一场混乱呢 此事确实是温敬兰迎起 明知道叶王已经成家立业 可还跟叶王亲戚 当真是红颜祸水 温敬兰起身在大殿当中跪了下去 太后如此说兰儿 兰儿本该听着 可是事并非如此 兰儿只能为自己辩驳几句 很小的时候 我就和叶王殿下一见钟情 但是阴差阳错 不跟着家族回了江南 再回来的时候 叶王殿下 已经把他错人成了叶王妃 成了婚 说是按照先来后到 我才是前面那个 并非是我搅和了叶王和叶王的感情 而是叶王妃 插足了我和叶王的感情 所以也请太后 不要用那样的字眼 来形容兰儿 兰儿并非那样的人 请叶涵也跪了下来 黄祖母 您心中让是有气 尽管朝我发泄就是 不要说兰儿 她并没有任何的不是 反了你了 竟然为了一个女神 正跟哀家说话 黄祖母 房叶心意已决 您也不必再为这些琐事生气 我已经不在乎了 若不是肚子里还有个孩子 我随时可以离开叶王府 周围都看清楚了 这就是温小姐的好手段 当初让我们家王爷 和我反目成仇 现在又让叶王府四分五裂 真是好手段 好手段 叶王 兰儿都这样说了 你也该表个态了吧 你打算如何安置兰儿 我知道王爷喜欢温静兰 但没想到 两人竟然还真的有在一起的打算 今日王爷竟然当着父皇的面 都说了出来 那等我生下孩子之后 自会求去 不爱你们的眼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那本王就成全 等你生完孩子之后 我们恩断一绝 恩断一绝 四弟 他可是你的孩子的母亲啊 你怎么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啊 凤青没想到 景莫范竟然一直站在自己这边 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 三哥也不必劝他 事到如今 我们之间也没什么好说的 唯有好聚好散 四弟妹 四弟只是一时冲动 你可还怀着孩子呢 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三哥不必再劝 景叶涵起身道 我心意已决 当如磐石 不会再更改 哀家不准 就是皇家的鬼 你再怎么喜欢温敬兰 哀家也不许他做王妃 皇祖母 罢了 王爷 我也不在乎这些 只要能在你身边 没有名分我也愿意 温敬兰小声说 可是兰儿 我不想委屈你 只要是为了你 都不委屈 说完 他缓缓地看了一眼 凤青唇角扬起得意的笑 凤青哭着跑了出去 野王 看看你做了什么好事 还不快去追 秦夜涵皱眉坐了下来 祖母恕罪 但是我实在不想去 御风和秦末 都在暗处守着 凤青不会出什么事情的 温敬兰也缓缓地坐了下来 脸上的笑容 越来越大了 皇后意味深长的眼神 落在景素峰的身上 景素峰神情淡淡地起身 父皇母后 祖母 儿臣得去修行祈福了 暂且告退 绝罢所王 真知道 这是你多年的习惯 但是你如今已经回来了 以后不必再保留 这些习惯了 多谢父皇 景素峰恭敬地应了一声 离开了大殿 太后 你怎么不吃啊 夜王和夜王妃 都闹得不可开交了 哀家怎么可能吃得下去 夜王妃如今 还怀着身孕 也没个人跟着 实在是 景启明也拧起了眉头 刚想说话 就被皇后打断了 太后 哪个女人不是这样过来的 您如此 臣妾也是如此 男人三妻四妾 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本宫觉得 夜王妃自己冷静冷静 也就想明白了 太后瞪了皇后一眼 心中很是不满 郭大凤起身行了一礼 父皇 母后 太后娘娘 我身体不适 也没什么胃口 不如 我出去陪陪夜王妃 也好宽慰一些 大凤 你真的愿意 自然 您放心就是 我会好好开解她的 好孩子 你们都有了身孕 能说的话也多一些 你快去吧 回头 爱叫重重赏你 从前 她不喜欢郭大凤 可现在看来 郭大凤 还是很善解人意的 郭大凤乖巧的 硬了下来 凤卿离开公宴之后 就去了御花园附近 景宿峰居住的地方 靠近御花园 秦墨已经趁着她来 参加公宴的集会 去寻找证据了 桌影里 怎么样 找到了吗 没有 汪妃 肃王的住处很是干净 没有任何痕迹 但是属下在她的房间里 发现了这个 凤卿拿过来看了看 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快还回去 记住 一定要放在原地 不能让她查去 秦墨点了点下巴 转身回了景宿峰的住处 凤卿一回头 却撞上一个高大的胸口 险些没把魂给吓出来 凤卿不知道 她什么时候来的 更不知道 方才和秦墨的对话 她听去多少 心跳剧烈不已 大哥 你怎么也出来了 御花园门口 凤卿心跳剧烈 藏在宽秀中的手 悄悄地握住了墙 姜嬷嬷去给她拿披风了 秦墨去了景宿峰的住处 而御峰则去了皇后宫中 现在凤卿的身边空无一人 我回住处 看到这边有人 就过来看看 四弟妹来这里干什么 我今晚心情不好 过来散散心 是吗 四弟妹之身一人在这里 很不安全呢 多谢大哥关心 不过我的侍卫很快就来了 是吗 这些侍卫竟然离开了你身边 当真是不负责任的 四弟妹还有身孕 说是出了什么事情 可是一时两命啊 我自诩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怎么会有人想杀我呢 大哥 你说对吧 若是我真的出了事情 宫中必然不会轻易罢休 到时候排查起来 今晚提前离场的人 就是最大的嫌疑人 四弟妹是在暗指我吗 别放心 我是修行之人 心存大善 他们永远都查不到我的身上的 说完 景宿峰手中多了一把短笔 大步朝着凤卿走了过来 凤卿反应极快的 把手里的枪举了起来 大哥别乱动 我这武器可在颈刻之间取人性命 魁公公和云平可都败在这武器之下 景宿峰下意识地站住了脚 你把他们怎么了 大哥怎么对这些太监和刺客这么关心 凤卿 你真的以为你手中的小小武器能够阻止我 我告诉你 这世界上没有能伤我的武器 大哥谨可试试 突然那边传来一道清脆的声音 叶王妃 你在前面吗 景宿峰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不甘心地收起了匕首 大凤 你别过来 怎么了 叶王妃 是叶王让我来找你的 他就在后边 带着侍卫找你呢 很快就来了 你快跟我回去吧 凤卿 你若是敢伤害他们 我必然不放过你 景宿峰纵身一跃 身影消失在御花园里 郭大凤提着裙子跑着过来 往空无一人的御花园里 看了一眼 皱眉拉着凤卿往返方向跑去 直到看到了巡逻的侍卫 郭大凤才停了下来 你怎么走那么远 若是有坏人伤了你怎么办 今晚 我若是不来 后果不堪设想 你看到了 那么高的一个人眼 不能看不到吗 我刚来就看到 他手中拿着刀 吓死人了 这种情况下 已经也过去了 大凤 你真好 我们好歹也相处过几天 我把你当朋友 自然不能对你放任不管 大凤 凤卿心中暖暖的 我看那人 似乎戴着面具 是宿王吗 他在你离场之后 就出去了 凤卿微微汗手 想到了血液止环的事情 大凤 你对宿王了解多少 也就在景凌峰 和立昂大婚的时候 见过一次 今日是第二次 凤卿松了口气 叮嘱他 他很危险 你记得远离他 郭大凤点了点头 他为什么要威胁你 凤卿眉眼沉了沉 拉着郭大凤往前走去 这些事情太危险了 你不知道最好 郭大凤是个聪明人 也没有再问 只转移了话题 那你可打算 告诉皇上太后 没有任何证据 我也没有受伤 谁会相信呢 此事只能不了了之 确实 整个大眼都知道 宿王殿下 为了大眼 常年在外修行祈福 是大善之人 又怎么会相信 他竟想伤害你 大凤 你回去吧 我没事的 多谢你今天来找我 到了华清宫门口 凤卿放开了郭大凤 我陪你一起回去吧 今日这宫宴 我也没什么想参加的 凤卿想了想 答应了下来 路上 我们正好想想办法 看看怎么对付 温庆兰这个小剑皮子 我早就看不惯他了 凤卿让门口的小太监 进去传了话 无奈地笑着说 温庆兰有什么好说的 他都要登堂入室了 那就要想办法 让夜王看清 他的真实面目 华清宫小太监进来禀报 皇上 太后 郭菜妃说 已经找到夜王妃了 两人一同回去了 请皇上和太后安心 啊 回去也好 夜王妃如今情绪激动 也不适合留在宫中 皇后眼神微冷 给了金嬷嬷一个眼神 金嬷嬷轻手轻脚地出去了 走到长廊下 他吩咐一个侍卫 去告诉那些人 暂时不要对夜王妃的马车动手 郭大凤也在里面 郭大凤肚子里的胎儿 可比凤卿要紧多了 是 那咱们今日的准备 岂不是都枉费了 自然不会白费 夜王妃走了 不是还有夜王吗 侍卫立刻会议 转身出去了 华清宫中 景叶寒一杯一杯地喝着闷酒 他身边的景凌峰亦是如此 不过景叶寒越喝 眼神越迷离 醉意越浓 可景凌峰却不然 每灌下一杯酒 他的脑子就清醒一番 一幅幅幅画面 从大脑中闪过 景凌峰的大手 紧紧地捏住了酒杯 烈阳看着有些反常的景凌峰 心中有些忐忑 这男人是怎么了 他不是中了骨吗 怎么现在看他的眼神 如此仇恨 像是又清醒了一样 酒过三巡 景启明也微醺 今日就这样结束吧 今夜醉了 离去休息了 皇上 今日是冬秋月圆之夜呢 每个月圆之夜 皇上都会来他的宫中 这是惯例了 景启明看了看皇后 又看了看荣妃摇头道 中秋月圆 朕也和皇后团圆过来 皇后也回去好好休息 朕今晚先去荣妃处 皇后的脸顿石垮了 皇上 臣妾宫中备了月饼 圣鲜花枝子做的 皇上一定喜欢 酒席之间 他就一直在和景启明眉目传情 终于打动了景启明 让他去了自己宫中 至于皇后 这就是给皇后最好的下马威 景启明笑着点了点头 两人一起离去了 剩下皇后 脸色难看的站在原地 太后冷冷的看了皇后一眼 起身道 皇后送哀家回去吧 正好 哀家也有些话要问你 是 这边景启寒神情冷漠 一身酒气 起身的时候 他亮腔了一下 温敬兰见状 赶紧心疼的起身去扶 叶王殿下 怎么喝了这么多 我这就让人去准备醒酒汤 殿下 还是喝了再走吧 不等温敬兰的手 碰到景启寒 一个高大的身影就冲了过来 直接抱住了景启寒 温小姐 私地可沉了 你一个弱女子可扶不住的 还是我来吧 温敬兰想趁机开油 门都没有 今晚只要有他在 温敬兰就别想碰到四弟一根寒毛 我哪里有那么娇弱 温敬兰准备去另外一边 二哥 还愣着干什么 快来给我搭把手啊 温敬兰的脸色顿时铁青了下去 景莫范这是在做什么 故意阻挠他跟景启寒接触吗 还在喝酒的景凌峰眉头微凝 起身扶住了景凌峰的另外一边 想到这几天 凌王府中发生的事情 以及自己的所作所为 景凌峰脸色难看极了 王妃 快随本王回府吧 本王有些事情要问你 烈阳被他的眼神吓了一跳 他故作镇定的起身 随着他们往外走去 二哥 你今日怎么对二嫂这么凶啊 前几天可都是温柔似水 言听计从啊 到了宫门口 本王不记得了 定是被那个臭女人迷惑了心智 二嫂冒眉火热 怪不得二哥被迷惑 看着傻子一般的景莫范 景凌峰皱眉摇了摇头 吩咐道 你送老四回去 本王要回府了 说完 他上前抓住了烈阳的手腕 直接把他拽到了马车旁 景凌峰 你干什么 都弄疼我了 还不放开 烈阳 你到底对本王做了什么 为何这几天 我总觉得自己不是自己了 你在说什么呀 我根本就听不明白 景凌峰 你少诬陷我 马车里顿时剑拔弩张 小蛮坐在车边上 紧紧咬住了下唇 糟糕 他忘了 用了这种骨 紧紧地掐住了烈阳的脖子 你放开我景凌峰 你敢动我 我父王兄长 是不会放过你的 那就看是你先死 还是他们先到了 烈阳逐渐说不出话了 脸憋得通红 眼睛都冲血了 停车 小蛮大惊冲进去 阻止景凌峰 剑臂滚出去 王爷 你放了不成 快放开王妃 景凌峰一脚踹在他腿上 骨头断裂了 烈阳呜呜咳咳咳的叫着 脸已经亲子了 小蛮咬着牙站了起来 烈阳得了自由 咳嗽了半嗓 才平静下来 怎么会这样 不是说万无医师吗 对不起 王妃 奴婢忘了 不能给王爷喝酒了 喝了之后 会影响骨虫 才会让他恢复理智 不过您放心 等酒家过去了 太久好了 就是因为你的失误 本王妃显现没了命 对不起 罢了 等回去之后再说吧 等景凌峰重新被骨虫控制 他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这边 多谢莫王殿下 照顾我家王爷 无妨 本王只是不想 温静岚那个坏女人 占了四地的便宜罢了 走吧 你和我们一起回去 西云应了一声 跟在马车后面 马车里 你说你那么聪明的一个人 怎么就对温静岚那么着迷呢 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上次太医去给他把麦 说 景莫范的话还没有说完 一只灵力的剑 直奔景莫范的眉心而来 本来醉酒的景叶寒 却突然醒了 一脚踹开了景莫范 有刺客 有刺客 起 西云立刻戒备了起来 王爷 弓箭手在东边的酒楼上 景叶寒脸色阴寒 转身要出去 景莫范大手抓住了他 四地 外面有刺客呀 你出去必死无疑啊 三哥若是信我 就跟我出去 在这马车里面 才是必死无疑的 马车里的空间狭小 躲也躲不开 防也防不了 若是弓箭手集中火力 把马车射成了筛子 可就麻烦了 景叶寒直接跳了出去 景莫范犹豫了一下 双腿颤抖的 跟着跳了下去 从前他只听说过 景叶寒总是被刺杀 从来不知道各种凶险 今日一剑 才知道在这种环境之下 人会变得有多绝望 两人下了马车 又是一阵浓密的剑鱼射过来 景莫范本身 就不会多少武功 只能躲在奇云的身后 惊慌失作了看的奇云 目常见击落那些剑 四地 你又得罪了什么人呢 怎么天天都有人要杀你啊 我怎么知道 景叶寒深吸了一口气 修长挺拔的身体 在宫中一番 优雅帅气的 如同一只猎豹 王爷 玉峰和秦莫来了 秦莫和玉峰从宫中出来 就看到这边出了事情 立刻奔着 东边酒楼上的弓箭手而去 两人偷袭到了东边之后 景叶寒这边的压力 立刻小了起来 不等景莫范放松下来 一群黑衣人 就从黑暗的小巷子中冲了出来 我他妈的见了鬼了 被战 被什么战呢 他们几十个刺客 我们只有三个人呢 死定了 今天我们死定了 他怎么就这么倒霉 好不容易想做一次好人 竟然还不成功 黑衣人已经冲到了跟前 景叶寒和齐云冷静招架 他景莫范却一片屁股尿流 还好这些刺客的目标很是明确 所以也无人顾及他 王爷我们来了 秦莫和玉峰收拾完了那边所有的刺客 立刻来加入战场 夜往府中 凤卿已经到了半天 依然不见景叶寒归来 他心中有些担心 让管家带人去接应 管家回来的时候脸色大变 王妃不好了 王爷入狱刺客了 凤卿脸色微变 皱眉沉思了一下 立刻带人过去营救 记住让他们都扮成侍卫 他现在正和景叶寒闹别扭 自然不能亲自出场了 是王妃放心 我们一定把王爷安全带回来 管家硬一下 匆忙出去了 这边管家已经带着人赶刀 王爷我们来救你了 救命啊 快来啊 救命啊 全部都杀掉 一个活口都不留 他知道是谁在幕后指使这些人 自然无需留什么活口 今晚就是给皇后和肃王的教训 身着侍卫服的杀手们 所过之处 都是尸体和血迹 半个时辰过后 秦莫浑身是血 走到了景叶寒的面前 王爷都除掉了 没有一个活口 打扫干净 别吓到百姓们了 遵命 景莫范这才软着两条腿 从马车边走了出来 四弟 这些人该不会都是皇后派来的吧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圣经大街上 弥漫着浓重的血腥气味 剧烈的打斗神 惊动了无数的人 可众人怕被伤及无辜 纵然好奇 也没敢出来查看 大街上 景莫范快步追上了景叶寒 四弟 今晚我终于知道你的感受了 既然皇后如此狠心 也别怪我们无情了 我们兄弟联手 他未必是我们的对手 景叶寒驻足 眼神阴冷地看着景莫范 三哥 皇后主要是针对我 你就不要牵扯进去了 哎呀 说什么不参与进去 我已经参与进去了 方才若不是你救命 我恐怕就命丧当场了 三哥 此事你可要考虑好了 你要知道 你若是现在再不退出 就真的深陷你找了 老四 既然我已经站在你这边了 那就绝对不会退缩的 景叶寒没想到 景莫范竟然这么坚定 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大步往夜王府去了 几个背影 在黑暗里走得急匆匆的 被墙上一道黑色的影子 看得一清而出 景叶寒 你竟然这么狠心 这次动用的人手 几乎是刺客楼 最后的精锐力量了 可景叶寒如此狠心 竟然把他们一网打尽 看来想要毁掉景叶寒 还得他亲自出马 景素峰几个清月 消失在夜色里 景素峰一路上摸回了地府 拿出了数个拳头大小的铁制品 这些铁疙瘩 只需要轻轻一拉 就可以引发一场巨大的爆炸 景素峰把这些铁疙瘩 取出了几个 索性都用包裹裹了起来 准备回宫 这边凤卿正在院子里 焦急地等待 见景叶寒回来了 凤卿连忙走了过去 上下打量之后 确定他完好无损 这才微微放了心 抓到什么重要人物了吗 景叶寒轻轻地摇了摇头 拉住凤卿的手 往里走去 没有 你知道皇后的 她做事从来都是滴水不漏 她若是敢直接站出来和我们作对 我倒是还能高看她几分 可她天天挂着一副伪扇面孔 装模作样 反而让我瞧不起她 放心 她伪装不了多久了 只等林清爵和竹远 找到了证据 他们就能直接扳倒皇后 让她永远没有翻身之日 凤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不过经过今天这么一闹 温敬兰那边 应该会加快攻势 你可别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 想到温敬兰 景叶寒脸色逐渐阴沉了下去 凤卿呢 御风恭敬地回 属下这就剧情 温敬兰根本本就不熟悉 等凤卿兰兰好好学学 学到和我有八分相思 也就足以应付她了 等凤卿兰兰接手 我们就躲到江家去 这里任由她折腾 凤卿犹豫了片刻 答应了下来 叶王府对两人来说 自然很是重要 但是一座府邸 却不急搬倒皇后的重要程度 凤卿知道她在说什么 含笑点了点头 王爷 冯阳熙来了 见过叶王 叶王妃 短短几天的时间 你的大眼话说得越来越好了 而且声音也已经很接近王爷了 多谢叶王妃夸奖 不过我能进步的空间 还是很大的 冯阳熙 你可知本王 为何要把你安排在身边 为何让你模仿我 我只知道王爷 想让我模仿你模仿的 炉火春青 然后鱼目混珠 去搞定一个女人 她冷笑时候的神情 已经有九分和景叶寒相似 若是不仔细看 真的看不出来 封阳熙 你再努力几分 然后穿上王爷的衣服走出去 恐怕都没有人能认出来 你是真是假 封阳熙这才恢复了 自己原来的神情 多谢王妃夸赞 封阳熙 接下来你要伪装很长时间 但是本王希望你 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王爷放心 我知道自己是谁 嗯 出去吧 玉丰立刻带着封阳熙 回了院子 走出了院子 封阳熙唇角露出冷漠的笑 她只是想来大眼看一看 可没想到 景叶寒在大眼的生活 竟然这么的异彩分成 不过这样也好 这样她也就不会无聊了 房间里 祁云 封阳熙的底细查到了吗 王妃 已经查到了 确实如她自己所说 设来经商的人 查不到和王爷有任何关系 也查不到和大眼有任何关系 越是无懈可击 越是谎言 你们多防备她一些 此人不能不信 可也不能全信 祁云恭敬地答应了 退了下去 祁云走了之后 不管如何 现阶段来看 此人还是可用的 封阳熙能解我们的燃眉知己 那我们对她又有什么用处呢 难道真的像她说的那样 给口饭吃 两人对视一眼 心中越发警惕 莫王府中 景莫范气势汹汹地回来了 怎么了这是 怀在路上遇刺了 捡些丧命 什么 还有这样的事情 到底是谁在行刺 竟然连我们家王爷都敢斗 这些狂徒命都不要了吗 本王受惊一晚 经历了艰难的打斗 你能不能有点眼色 送上些饭菜来啊 王爷 都是我的不是 你千万别生气 我这就要去让厨房准备饭菜 景莫范头也不回地 往房间里走去 记住 要双人份 说完 房门啪的一声关上 都不肯让人进屋了 王爷可能是想静静吧 你说的没错 我得去想想 如何禀报荣妃娘娘才是 毕竟王爷被刺客不是小事 管家 我听说那些刺客 是冲着叶王殿下来的 所以咱们王爷是被牵连了 侍卫连忙点头 不过那些刺客 都是格杀勿论 如果不是叶王 和他手下那几个侍卫厉害 王爷今天 恐怕要命葬当场啊 叶王身边也太危险了 必须告诉荣妃娘娘 不许王爷再跟叶王府来往了 说完 管家匆匆的去了 侍卫无奈的摇了摇头 也回去了 房间里 秦妍 你是不是等我很久了 今天我在回宫的路上 出了一些意外 让你担心了 怎么了 景莫范把被刺的事情说了一遍 这拨人不是叶王府安排 不是你我安排 那就只能是皇后 宿王或者凌王了 至于其他的几个皇子 根本就没有什么竞争力 自然也不足为据 景莫范从背后抱着了凤青妍 嗯 你说的没错 皇后竟然连我也想要杀 这次我必然不会再信她了 凤青妍轻轻地推开了景莫范 皱眉冷冷地看着她 恐怕母妃 不会让你千亿如愿 为何 经过此事 她必然会以为 你跟在叶王身边 很是危险 岂会再让你和她来往 依照母后的脾气 恐怕她确实会如此 但是这一次 我不会再听她的 若是任由皇后除掉了老四 那接下来 她必然也会扫除我和母妃 毕竟母妃和她相争多年 我也是皇子之中 唯一有实力的 她岂能容我 没错 王爷 你终于长大了 也算是不辜负 她这段日子的辛苦培养 听到凤青妍的夸奖 景莫范一把抱住了她 耳边撕磨 都是青妍教得好 不知道为何 这一次凤青妍回来之后 她似乎比之前更喜欢她了 但是景莫范心中却知道 或许在凤青妍的心中 她已经不如之前重要了 毕竟 她曾经把凤青妍推出去挡栽 这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 也不是能让人随便原谅的事情 凤青妍让景莫范抱了一会儿 就坚定地推开了她 王爷今晚受了惊吓 还是快去用晚膳吧 然后沐浴更衣 也该就寝了 景莫范看着自己 空空荡荡的时候 苦笑了一声 看来想挽回凤青妍的心 还得诸多努力